短線操作的策略 投機一點點 但是我們用基本面來分析釋放的時間 我們應該要看看現在究竟發生什麼事 今天為什麼跌下去 眾說紛紜 但是我列舉了幾個大家要留意的因素 這幾個因素我想是加速了市跌 因為有些恐慌性的出來 就是5月6日美國國會2000億美元關稅 即是對華入口貨品徵收關稅開了聽證會 理論上最快就是明天中午時段 就會有個結果 有個做法 當然明天談完之後 沒法做都可以 可能拖多一天兩天 甚至等周末 國會其實對於特朗普這個 對中國徵收2000億關稅的看法 其實意見是很分歧 民主黨那邊就會比較上是反對的 因為他會擔心影響到整體的經濟 以及違反了自由貿易主義的大原則 但是特朗普堅持著以美國優先為主 覺得這些是unfair的 不公平的貿易情況 所以就徵關稅 來到這裡 市場說到此塵塵 特別又是彭博 彭博前兩天 有個報道 就說問過特朗普有沒有機會 最快就下個禮拜 或者未來一個禮拜 總之聽證會之後的一個禮拜 就會立刻徵收關稅2000億 經過反屋報道 大家會覺得感覺上是特朗普已經告訴大家 這下只要國會聽證會結束 他就會立刻動手 但是實際上是不是這樣 其實據我所了解 就是彭博的記者 假設了一個可能性 幾個可能性 這樣問特朗普 我們5月6日 9月6日 打了5月6日 今天真是雲雲地 9月6日之後 9月6日之後 會不會立刻 一個禮拜內開徵這個關稅 特朗普的答案是有可能 這樣就出來報道 變成了特朗普會在未來一個禮拜 徵收關稅 現在外面人人人人都是這樣說 二而千億 人人人人都是這樣說 總之都是一句 我都不知道結果是怎樣 但我覺得其實 機會未必是如他所說的那麼大 Burlberg 報道的其實 很多時候大家要細心看他的原文 真是看清楚是不是有誤導的成分 因為過去這一兩年 逢親崩脈的傳聞 特別是內地政策的傳聞 內地消息人士的傳聞 真是信一半都嫌多 那你自己做回統計 你自己去驗證一下 這些就是媒體了 好了 這2000億的關稅 究竟會不會一次過開征呢 我們現在分析局勢 民主黨一定反對 共和黨理論上大部分要站在特朗普那邊 但是裏面也會有一些反對的聲音 那最後能否組成成功呢 這個未知 而這2000億的影響力 我很不同意很多人的說法 就是美國做了這2000億出來 接下來還有3000億 那整個貿易戰中國就輸了 這個說法我不覺得是 我覺得這2000億一動 就是中國和美國一起輸 為什麼? 他收錢 收你5000億的25% 收很多錢回來 但是這個錢 夠不夠執入 收這個徵費 第一件事會帶來什麼呢 美國的通脹會急升 美國通脹會急升 息口的加息部分 會突然間加快 鮑威爾在上次會議會有聲明說過 在聽證會也說過 現在的經濟OK 沒有因素令他加速加息的機會 這樣就變成為 被人說是甲牌 其實不是 他就是說現在的經濟OK 承受著今年加四次 明年加兩次三次 這個加息部分沒有問題 沒有因素令他加快 但是你留意著通脹 而實際上個月出來的CBI PBI 差不多是這十年的增幅最快 就是告訴你 通脹根本正在來 如果這2000億的關稅一開蒸 美國通脹會馬上飆 一個百分點一個百分點 到時候美國不加息不行 但是加息經濟不好就要滯脹 這是第一 第二 其實你要想想 美國很多企業的製造 是在中國內地 或者一些部件在中國內地 增加加下去的 回到美國的話 基本上影響的仍然都是美國企業的成本 所以 這件事不只是說 許一徵對於中國入口的貨物那2000億 一徵關稅 中國死掉了 美國沒事了 美國還收多了錢 然後 還說那些企業得益 不是的 所以來到這個階段 其實我會覺得 這2000億是用來兇中國的 當然 你說要攬炒 沒得說 看是怎樣攬住死 但是攬炒的時間 這個勝負之分 不是在於誰打得人多拳 是在於誰捱得 誰不捱得 記住 攬炒就一起撥除 你打我十拳 我打你一拳 但是我一拳可以打你 你十拳可能傷我 都傷 但是不死 是不是 大家抱著跳崖 所以你說 美國是否真的會出這2000億 其實是有危機 當然 如果這2000億一出 不是中國 或者香港 或者新興市場的股市倒 是美股會倒的更加厲害 這個就是重點 在中期選舉前 究竟是否玩這拳 我不敢說 因為我看 對於選舉那方面 股市的看法 我有另一個角度看 大家看看我講的說法 對不對 過往一直都說 大選前 選舉前 股市不可以倒 或者不會跌 因為如果跌的話 當權那屆的執政黨一定會輸 這個是不是百分百呢 我沒有做過統計 不知道 但是 在過往 如果是 風平浪靜 如果是 還是華爾街那幫大帝控制 那你不可以得罪華爾街那幫大帝 理論上就是這樣 這次嘗試從社會學的角度看 這九年 美國中下全球的和根 就是亂印鈴子 搞到資產價格 膨脹到一個泡沫 而導致出現了一個表面的經濟復甦 表面的繁榮 但是實體經濟 大部分的中下階層的人 是沒有受惠 只是少數的人 他們繼續享受著那個資產泡沫的膨脹 而是覺得是很厲害 好了 如果低下階層 在那個資產價格上升的過程裡面 受惠不了 還要人工沒有什麼點加 重要的是說見到人家 少數的人 只要有資金就可以發財 你們只是看著的話 他們的心態會是怎樣 他們當然想個股市仆街 股市仆街對他們完全沒有影響 他們是人數最多的 而只要 特朗普做到的事情 是幫到我找到飯 有工做 加到薪 我告訴你這個股市是怎樣 不要想財富效應 因為你記住 現在環球已經去到一個資產格格 和實際上的投資需求是脫節的情況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你估計哪個 好處 你估計股市升與跌 結果的影響是否真的這麼大 有眼見的 英國公投 所有參與投資的人 或者商界的人 都不覺得應該要脫勾 但是為什麼脫勾 特朗普和希拉里算總統 所有商界華爾街的人都應該覺得 應該要希拉里贏 為什麼輸 這個就是要用社會學的角度去看 看回普遍的大多數的人 每個國家裡面的低下階層的人 他們怎樣看法 為什麼歐洲的民粹主義可以冒起得這麼快 因為大家已經去到一個階段 不管你是不是經濟好 因為經濟好對我不受惠 股市升對我不受惠 所以 這個 None of my business I don't care 不會理會的 所以千萬不要讓市場洗腦 就覺得11月大選 10月和11月頭的股市沒有問題 我不是說它一定會跌 但是我想中國大家不要讓人洗腦 你先抽離現實的環境 抽離這些洗腦的情緒 用現實的環境來判斷衡量 是不是有需要做這件事 你明白嗎? 美股去到這些位置 如果你還是深信 選舉前不會倒閉 10月、11月 繼續去拼命的話 你就很容易中招 所以現在到這一步 最後特朗普也要有一個決定 是不是抱著一起死 攬炒就去 不攬炒就不去 國會的議員比較理智 他們也會有他的想法 就是說 讓特朗普這樣下去 美國可能最終會玩完 在那個攬炒那裡做不做到 當然如果你問我 最理想的結果是什麼 特朗普也有下台階 跟著國會那邊禁止去 或者要改、要加減、要退 整件事就是另一件事 因為現在如果今天跌這七八點 和過去這兩個星期的跌 是因為這二千億關稅的因素的話 那你首先想一想 先反映了沒有 不要跟我說 要確認到徵稅才反映 故事是反映了沒有 如果反映了 即是說最壞的情況 在這幾天就反映了 那之後會怎樣呢 反映完如果有些改變的話 會不會是令市況開始 起碼一樣東西 淡油沽下來那一班 先蓋倉 對不對 所以整個分析在關稅那裡 我不是看得這麼悲觀 特別是市場下跌下來之後 明天之後 大家知道結果 可能有什麼做法的話 未來一兩天市場會彈 不過當然了 明天早 插不插多你一口呢 因為最近很流行 晚上用過夜期 ADR 騰訊 這些來插市 製造了恐慌的情緒 第二天早上一開 列口開下去 這樣就打了人 當然今天的跌七八點 不只是這個因素 而我也相信 貿易戰這個因素 不是主導港股變成熊市的原因 所以如果真的有些令人意外的驚喜 而市一反彈 那一刻不要以為什麼事都沒有 不要以為熊市又完了 變回牛市 如果貿易戰沒事 如果貿易戰沒事 不打了 市要上三萬樓上 四萬那些 不要妄想 因為市部入紅市 不是因為貿易戰一個原因 其他的原因 一路惡化 一會兒我會說 意識美金強 新興市場走資這些原因 才是主導的基本因素 另外 香港的樓市 還原 為什麼還原呢 第二節我再跟大家說